增發、銷毀、對於代幣的價格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YBAN 是我換過非常好的交易所 無論從掛單深度、順滑體驗、交易介面都無可挑剔 現在點擊下方電節註冊入金 最高可以享有3030美金的交易證金 BIGANT也有提供8000美金的交易證金 非常歡迎各位點擊下方電節註冊 好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別人幫我們整理好的 我認為他的這篇調查非常有意思 非常值得我們來講一下 他這篇主要是針對在過去的三年當中 市值前1000名的代幣進行調查 我們好奇當總量增加的時候 對於價格會有什麼影響 還有減量的時候會有什麼影響呢? 在這篇他有非常詳細完整的統計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第二點他就有說到 他統計了前718個代幣 那是以市值做排行的 市值前178的代幣 那其他的為什麼沒有列入呢? 畢竟他說考慮了前1000市值的代幣 因為其他的代幣 他根本就沒有至少兩年的生命周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會發現如果把所有的價格變化 還有供應量增加的情形畫在一張圖上 我們會發現當有10個百分點的供應量增加的時候 那麼價格一定會下跌對吧? 那下跌多少呢? 他做出來的結果是 僅僅只有5.1個百分點 那這個其實對於代幣的總體 總體來說是好的 也就是他會讓代幣的市值呢 又攀升到更前面的位置 OK 那如果說我們以正常的角度來看 如果代幣的增加 他不會對總市值產生影響的話 那麼這個情況之下 增加10個百分點的總供應量 代幣應該減少多少的價值呢? 我有幫各位算好了 如果說我們增加了10個百分點的總供應量 那麼市值應該就要變成0.9090 循環的百分點 也就是當我們的供應量增加大約10%的時候 我們的價值應該要下跌9.1%左右 OK 9.1%左右 但實際上呢 我們的代幣價值啊 根據歷史數據回測 他僅僅只有下降5.1% 所以其實 把總供應量增加呢 對於這個代幣是好的 但是他會傷到什麼呢? 他會傷到投資這個代幣的人 因為投資這個代幣的人 他不會被分配到這些多餘的 多新增的代幣 但是他手中拿的代幣呢 價值會減低 對吧? 所以其實新增 幣 新鑄造的這些幣呢 他就是拿 投資人 他手上的這些幣啊 這些價值 然後去增發更多的幣 那損失的呢 就是這個項目的投資人 那誰會賺到? 就是項目房 因為他這個項目的排名 會不會更往前 他的marketcap會不會增加嗎? 這個其實是 有一點違反我們原本的認知了 因為我們原本的認知 我們會認為說 代幣的增加或減少 他會不影響這個代幣的總價值 對吧? 這個才是比較合理的 你代幣增加或減少 不會影響這個代幣它的基本面啊 好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 往下的話呢 他還有一個地方也蠻有趣的 這個位置 當我們增加10%的總供應量的時候 那麼在熊市 平均來說代幣的價格呢 會下跌7個百分點 那總供應量增加10%的話 在牛市當中 總的來說 平均來說呢 會使代幣的價格呢 增加3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總體來看啊 為什麼會有一些項目方 他會選擇增加代幣的供應量呢? 因為這種方式 對於這個代幣的生態是好的 在即使是在熊市當中啊 他也只有下跌7% 也不... 還不到啊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9.1%的幅度 那在牛市當中呢 更是誇張啊 上漲了10個百分點的供應量 價格呢 只會下跌3% 這個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得知啊 如果說我們在牛市當中 然後我們得... 我們知道說某一個代幣 它即將要蒸發了 那其實也不算是太大的利空消息 對吧? 因為畢竟在牛市當中 它平均價格下跌也只有3個百分點 好 那它這裡呢 它有說到啊 如果說是那種很小型的項目的話 比如說它的總價值呢 總市值啊 也不過小於150萬美金 那麼當增加這個代幣的總供應量的時候呢 其實反倒會讓這個代幣的價格往上增加 你可以發現它在這裡 就有下這個結論了 那這該怎麼解釋呢? 其實 只有土狗項目啊 它的 marketcap 也就是總市值呢 才會小於150萬美金 如果說是這種土狗項目它蒸發的話 有可能會讓更多人進入這個 買這個幣 那這個幣就會上 價格就會上漲 應該可以算這麼解釋的 OK 但如果說是市值比較大的幣種的話 那肯定會對幣價有一定的下跌 他在這裡呢 他也有提到 那如果說是把代幣的總供應量上升呢 如果說啊 是把代幣的供應量上升 10%的話 是下跌4個百分點嘛 4.9個百分點 剛說過了 那如果說是 代幣的總供應量它下降了呢 就有點像有些代幣它會銷毀喔 比如說之前的BNB它就會銷毀 然後FTT也有銷毀嘛 那當代幣的總量啊 被銷毀了10個百分點的時候 那通常會造成 或者是說平均來說 會造成幣價32個百分點的上漲 所以其實 銷毀幣呢 對於這個幣來說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一樣可以套到我們剛剛的那個道理裡面 如果說我們按照正常的邏輯來推演的話 就是代幣的總供應量呢 上漲或者是下跌 銷毀或者是鑄造 並不會影響這個幣的基本面 也就是不會影響這個幣的市值的話 那麼這個幣啊 它應該要在銷毀10個百分點的幣之後呢 上漲11%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呢 在銷毀10個百分點的幣之後啊 它上漲的幅度是遠遠高於11%的喔 居然來到了32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可以重上所述呢 我們可以得知啊 其實代幣它如果有銷毀的機制的話 對於這個代幣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在過去的這兩年當中呢 市值前一天的幣總啊 銷毀10個百分點的幣 它就造成了32個百分點的價格上漲 那如果說是增加10個百分點的幣呢 其實也只會造成4.9個百分點的幣價下跌而已 所以如果有幣價銷毀 這個絕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利好 那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它最後面做的這個說明 這什麼意思呢 它比較了兩種幣 這兩種幣一種是總供應量固定的 像比如說比特幣這種供應量固定的 還有第二個是 比如說像狗狗幣它會一直蒸發的 那這兩種幣在牛市跟熊市之間的表現 有什麼差別呢 它其實做了一個統計 那統計出來啊 在熊市當中 這些總供應量固定的 比如說比特幣它的波動是比較大的 那如果說 它的總供應量呢 是會浮動的 它是會增加是會減少的 那麼它在熊市當中下跌的幅度 就比較不會那麼大 那反之啊 在牛市當中其實就反過來 就變成說 這些總供應量固定的幣種呢 它的波動會比較大 它會上漲的幅度比較多 那麼這些供應量不固定的幣種 它上漲的幅度就沒有那麼大 那如果說我們把牛市熊市綜合看起來的話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是 這些總量固定的幣啊 它在牛熊之間的波動是比較大的 那這些總供應量不固定的幣 在牛熊之間的波動是比較小的 大概是如此 我覺得它這篇統計呢 雖然不是我統計的 但是我認為非常有意義 非常值得我們大家來講一下 畢竟這種 Tokenomics代幣經濟學 比較少有人在討論 而且我們也常常聽到說 有什麼幣它又蒸發了 有什麼幣又銷毀了 所以這個其實我認為蠻有趣的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非常感謝各位 掰掰 一次照片 我們在進行開啟小鈴鐺 各位觀看 我們在機械上 二、四、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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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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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中文字幕——YK